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令很多7、8、9、10後香港人的童年回憶回來了 80 年代 香港經濟發展蓬勃 港人的家庭收入增加 消限娛樂亦都開始多元化 1982 年創立的室內遊樂場歡樂天地 請來沉慰閒拍宣傳廣告 成功吸引家長帶小朋友入場玩遊戲 1990 年代初 歡樂天地收歸八百半集團旗下 高峰旗有三間歡樂天地 同22間歡樂小天地 經典遊戲有射門牙 跑馬仔機 幸運彩虹 打地鼠和滾保齡球等等 玩遊戲還可以儲飛仔 換文具或毛公仔等等禮物 年輕男女就喜歡玩射擊遊戲 型大大隻的毛公仔 1993 年港產片超級學校霸王 曾經在歡樂天地拍攝 還記得劉德華和邱淑貞 並肩坐在旋轉木馬的這一幕 我好累 那不要玩 不要不要 我玩最後一次 後適好景不上 自從美國冒險樂園和繩紛樂園創立 引入最新的機動遊戲 獨家換領的禮物 比歡樂天地更有新鮮感 令歡樂天地的營業額急跌 1997 年 88 半集團宣布破產 之後屢次傳出歡樂天地買盤的消息 1999 年 2 月 27 日 陪伴大小朋友 17 年的歡樂天地全線結業 直至 2019 年 歡樂天地復活 先後在九龍灣和將軍澳開店 重現經典遊戲 讓香港人從拾童年的歡樂回憶 在九龍灣和將軍澳開店 開店 開店 開店